随着时代的发展,电子科技产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,坐车,吃饭,买东西,看新闻等很多的日常生活,都只需要一只手机就能搞定。 然而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,人们好像也变得有些浮躁,感觉能静下心来看一书的人越来越少。 其实不然,或许我们只是缺少一个适合看书的好环境,不信你看这里。 这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的盐佑几书店,超大的书店内,随处可见捧着书专心看书的人们。 因为这里不仅是一家漂亮、舒适的书店,更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体验店。 2018年12月,拍摄于西安。 从人类文明开始,便有人用文字记录着人类的发展与演变,这重要的再提就是书。 从最早的甲骨书,到主简和目读,到后来的坚博,以及最后中国人发明了纸,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对记录生活的渴望,几千年来书一直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。 到了现代,很多人认为,书已经被电子产品所替代,更有人认为,它或许会被淘汰出历史舞台。 然而,几千年来人类对于书本的情节,永远无法改变,或许在某个时段内读书环境,没能赶上时代的发展。 西安,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。这座年年千年有着宏伟历史的城市,从不缺乏让诗人瞩目的传世之作。 兵马俑,大明宫,大雁塔,魏阳宫等,都是中国灿烂人名的真实写照。 如今又一举世之作在这里诞生,它或许将开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 严己又既是书店,又是文创产品,咖啡文化,餐厅酒吧,亲子乐园等为一体的新生活方式体验店。 它将成为西安城市文化的新地标。 走进书店,你能看到满目都是书籍,然而灵动的设计让你觉得完全没有压抑感,更多的是,被这种新英独特的设计所吸引。 在书籍分类方面,也有其独到之处。 整个书店投资一,四亿人民币,占地面积四千五百多平方米,有藏书约十三外册。 书店内最引人注目的设计,要数这个旋转楼地,很多人慕名前来,就未在此留影。 面对如此新颖、独特、舒适、且富有创意的书店,很多人或许都想知道,这是出自何人手底。 书店的设计者名叫池贝之子,是一位日本设计师,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,而他的设计灵感,恰恰是来源于西安著名的大名工。 早在一千多年前,中国的先人就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建筑,到如今依然科学实用,而我们却一直无法追赶,这值得每个人深思。 作者简介,韩禅一页摄影师、旅行家、自媒体人。